名字幕支援 城市設計 好,所以我們今天講到的是加碼的 類別方法 那一般來講這個概念大概是對應到 一般程式設計裡面的概念叫做函數的概念 所以今天大概會講這個部分裡面的概念 那我們大概會談到的內容大概有涵蓋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談到你使用者要會自己去定義你的程序 自己定義你的程序 也就是說在架法裡面的話就是你的類別方法 你可以自己去定 第二件事情要考慮的就是說 因為你基本上你這邊會牽涉到函數的概念 裡面所以會有牽涉到當中參數傳遞的方式 因為傳遞方式一般來講在架法裡面有兩種 有兩種 一種是叫做傳池 另外一種叫做傳參考 或者叫傳參照 那我們的課本是把它直接寫成是傳位置傳池 其實那個概念是比較跟傳參考的概念是比較接近的 第三個我們會去談的就是說 我們會可能讓同學去練習一下一些比較簡單的遞回的函數 所謂的遞回就是自己呼叫自己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來看看 至少前面兩個部分這個應該是可以學會 遞回的部分其實會有牽涉到一些另外的一些問題 當然當中也有一些經典的範例 我們本來先在陳設計初學的階段 我們可能就讓同學先大概看看一些在遞回的 用遞回的一句書寫的一些經典的一些範例 那我們為什麼會考慮這樣的問題呢 這當然是跟陳設計的經驗是有關聯的 我們就一般來講 在你開發或者維護比較大的城市 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將大的城市把它切割為小簡單的模組 然後這樣的方式也就叫做模組化 就是說我們做東西現在很多你要解決大問題 我們就把大問題把它切割成好幾個小問題 或是中問題 中問題再切割小問題 小問題再切割更細小的問題 然後一個一個模組 像這樣的策略呢 叫模組化 那當然我們如果是用比較屬於演算法概念去講的話 這個叫做各格極破 所謂的Divine and Conquer Divine and Conquer 就是說我們解決問題 我們往往是採用這樣的方式 那 所以這裡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模組化 模組化 所以模組化很多特定的模組 它會重複的使用、重複的執行 所以你在程式上呢 你可以把它特定的這些模組 這些功能的模組呢 你可以把它叫不同的名字 因為看不同的書籍 它會用不同名稱去稱呼它 你可能看了我們的教科書 我們教科書是說函數嘛 對不對 那很多書是寫成函式 也有的書它會寫成副程式 比較早期一點的 當然有它對應的一些英文字 所以如果是叫函式、函數 當然就對應到Function 副程式的話 大概就對應到Subroutine 也有人講程序 程序的話就是那個Procedure 不同的那個方式去稱呼它 那你在使用它的時候 你就是怎麼樣 去估教它就好 去估教它 那一般我們會比較 一般的稱呼叫程序 我們這邊就是照課本的一個字典 就是說 它所對應的英文字就是Subroutine 或Procedure 所以我們前頁也顯示了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特定功能的獨立的程式的單元 也就是說可以讓我們重複使用 可以讓我們重複使用 你已經建立好的那個程序 你可以怎麼樣 透過呼叫它的方式去使用 你就不需要 每次都要重新再撰寫相同功能 所以你既然這部分你會用很多字 你就把它寫成一個模組 然後你在用的時候你再去呼叫它就好了 在這邊白色字樣的部分是重點 這邊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一般來講程式語言 它會把獨立程式單元分為程序跟函數兩種 這一般的稱呼 一般來講程序是沒有傳回直的 那有傳回直的我們叫做函數或者叫函式方形 但如果要看你是不同的文獻 它會用不同的字典 這部分的翻譯並沒有很一致 所以你看到這字典當然指的 當然是同念東西 但是有的時候 有些人它會比較不去用函數這個字典 因為函數這個字典是比較數學的字典 所以就用函式 表示這個是程式語言裡面特用的 事實上它的概念其實也是跟數學的函數也是蠻接近的 1. 在程式中 某一段指令完全一樣或指令一樣 但資料不同 重複出現 2. 某種功能經常被使用 3. 大型程式模組化 我們要顧顧小姐念 所以什麼時候使用程序 你大概知道 大概就是剛剛不跟我小姐講的 大概就是在這三種情況 那我們在這裡我們要了解的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呢 我們在以程式設計師或者說你在初學者的觀點來看 就是說你所謂的函數啦或者是程序啦 基本上你的重點是你要去會使用它 第一個觀念是你要會用它 就是說你要知道怎麼去使用 第一個步驟就是去使用 而不是說馬上就說你自己去寫一個 自己寫一個當然也是一個問題啦 所以我們其實在 在Java裡面它事實上它已經建好了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那個類別方法它建好了 那我們使用Java的一個好處就是怎麼樣 我們去使用這些類別方法 那你要不要知道它那個類別方法 那個類別方法裡面是怎麼去寫的 原則上是不用的 原則上是不太需要的 但有的時候你當然是要自己去寫 好 那個我們事實上 我們會把函數啦或程序之間把它看成一個黑額子 所以重點是說你要怎麼去使用它 所以使用它你要了解什麼 你要知道它會使用介面 所謂使用介面是包括哪些東西 我要使用它我需要輸入哪些參數 我需要哪些參數 所以參數呢就是說 我要input什麼東西進去 它這些參數 然後我還要知道它會output什麼東西 它會傳回一些什麼東西 它會產生什麼變化 這個東西我們稱之為叫介面 使用介面 所以我們在一般來講 你在使用函數或程序 就以加法來講 就類別方法來說的話 重點是在這裡 重點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 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先會用 先會用 然後怎麼用 我們在man的方法裡面去呼叫它 去呼叫它 用這樣的方式 那這裡有一些概念 你大概看一下 那所謂 程序裡面的語法 語法裡面是說明程序需要傳入何種資料的參數 以及傳為值 語意是什麼 語意是描述 程序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基本上大概是這裡面一些名詞的解釋 名詞顯示 重點是你要會去使用 這個才重點 好這裡就開始進入比較關鍵的 比較關鍵的部分 那我們在教法裡面去實作 大家用的就是類別方法 那如果不傳職 像什麼方法是不傳職的 同學沒寫 寫到目前為止 所有交換程式一定會出現一個方法 它不傳職 那個方法叫什麼 man man 主要的 你進入任何的那個class裡面 是不是它有個man 我們是要按按鈕 按按鈕 public steady void man 裡面有參數嘛 對不對 那個man 那個就是你要進入程式 端 就是從那裡進去的 那個就是一個函式 那個就是 那個它有沒有傳職 它沒有傳職 在教法裡面也是沒有傳職 它有沒有參數 它有參數 但我們沒有真正去使用 使用它裡面 要丟進什麼參數 那個我們並沒有真的去做 那這個是一個類別方法 那個在光是man 本身就是一個類別方法 如果它不是void的話 void的話就是它不傳職 不用傳回任何資料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要怎麼樣 類別的方法裡面呢 你就要有個return 就傳回來什麼東西 要有個return的敘述 這return的敘述它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我這個類別呢 我不叫它到目前為止 那就結束了 你只要碰到return就結束了 另外一個就是怎麼樣 這樣 將 這個程序裡面的 值 運算的結果呢 資料 傳回到 呼叫它的位置 我呼叫它 我不一定是man去呼叫它 我有可能是別的 方法再呼叫它 透過好幾層 因為我是模組化 一層一層一層 可能呼叫好幾次 可能是類似的情況 好 接下來我們再講 如何去建立類別方法 好 那這裡就是比較 就是完全是針對加寶去講 前面有的提的是 比較一般的程式設計的 一個觀點 比如說 模組掛 或者是 Define Conquer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要把一個大問題 變小問題 然後把常用東西 就把它弄成一個模組 然後你要知道 我們去使用這些模組 它的一個使用介面是如何 這個在任何的程式設計 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那這裡當然就比較 比較精確一點講 Java怎麼去做 Java的做法有兩種 一種是用 類別方法 另外一種是實力方法 那我們在這邊 要講的是類別方法 另外一個是可能是在 之後比較進階 程式設計的課 可能會去講 初學的話 我們不會談到那麼多 但初學的話 當然就直接談到 這個類別方法就可以了 如果傳回值不是boy 而是其他資料的話 你一定要return 剛剛前面有講 通常我們稱這樣的方法 叫做函數 return裡面的關鍵是傳回值 需要跟你宣告的那個值 實際上要 形態要相符 這個很重要 你不是說 我要傳回去 明明宣告是int 結果我們傳回去 是不靈 這樣就不行 這樣的程式上會有錯誤 好我們看 這邊 他的大概的語法 大概的語法 假設我們一般在寫 這是一個 class 就是你一般寫的class 我們一般原則上 比方說你的class名稱 就叫XXX 就三個X 或者XXX 裡面他會有一個什麼 man的方法 對不對 我們進入程式 是從這裡進去 從man進去的 不是從頭開始的 是從man進去的 那 那在加爾時速上 你要把它做成模組 你要怎麼做 你就在這個class XXX裡面 你再去定義 其他的 類別方法 而且很重要 加法是一個形態 非常嚴謹的程式語言 那因為man呢 他是靜態方法 steady steady是靜態 靜態方法 只能呼叫靜態的 所以這邊 一般來講 這邊也要加上steady 這樣的一個形容詞 這樣的修飾詞 一定要加進去 一定要加 不加會錯誤 其他程式語言 不是這樣 加法特別嚴格 在這裡特別嚴格 你不加steady 這個一定會出錯 一定出錯 保證錯 然後這邊你可能定義好了 我這個方法1 方法2 裡面有它的參數 參數列的話 就是用圓刮符 裡面做什麼事 看有沒有return什麼 有return就要寫return 沒有return 前面它的形態當然就是空的 不是 void 好 然後在程式裡面 位置怎麼樣呢 我可能程式嘛 這邊跑一跑 然後這邊 去呼叫 我這邊要用到方法1 那我就去呼叫它 我正義寫好一個模組 我就可以怎麼樣 重複的使用 我可能做不止一次 我可能做很多次 對不對 那我可能在程式的某一段 我去呼叫 第二個方法 我真的去呼叫它 我真的去呼叫它 好 那原則上 這個大概寫到 加碼裡面大概會長成這樣